現在在集集 我們要來展開今天的行程 走 走 先來吃個早餐吧 刚刚稍微就是搜寻了以下几个想要去的点 发现走路的时间并不会很长 所以决定今天早上待在几几的时间 都是用走路的方式来跨越每一个点 那我们就出发去比较远的明星书院吧 有很多军方武器 如果你是战士女的话或许可以来这里观看 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往明星书院的方向前进喔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武山空附近有一个像这样子的桥 我们走上去看看吧 在武山空附近有一个像这样子的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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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照片机器站 但因为只有假日有 所以今天就不得奇门而录囉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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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了一下 就是這間的米糕 所以我點了一個米糕 然後也有點了這個五彈酸酸酸彩 那我們現在就來吃飯囉 那米糕滿好吃的耶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 很可惜肉魚松都還沒有紅 現在還是對游泳的喔 你看見這個回合 當然是你說不見人 其實就是這裡 結束你 你看看 點燒 你覺得有個有點難怪 我來看 我剛剛去車程冬瓜博那邊買了一個冬瓜檸檬 我問了一下冬瓜博說他最推薦冬瓜系列的什麼 他推薦冬瓜鮮奶跟冬瓜檸檬 然後因為想要喝清爽一點 所以我選擇了冬瓜檸檬 我覺得還蠻好喝的 不會酸也不會太甜 推薦給大家 這個老街 可能沒有像假日這麼樣的熱鬧 所以我們就走出老街往上走 去水庫看看吧 來到水里沒有安排什麼行程 想說就在附近走走晃晃 從車站一直直走 就可以到達這個水里溪 我覺得還蠻清澈的 這樣一顆蠻大顆的 只有30塊 現在還蠻好算的 吃完董家肉園囉 現在呢 要慢慢的走回水里車站 然後我叫了一個玉米筍雞屁股 然後跟他們招牌三角股 這樣大概是110塊 那我們就拿回去民宿吃囉 然後這一個房間是你身旁 有六個床位 然後每個床位都有這樣子的拉鍊 然後沒有閱讀燈 插頭也不是在床邊 但是它的插頭是在這裡會有兩個插頭 但是它有提供延長線 然後另外很棒的是空間其實很大 就是就算放床還是有地方可以聊天跟打滾的 很適合就是閨蜜一起來旅行的時候可以來這邊住 然後這裡有提供就是有鎖的置物櫃 然後衛浴的話是獨立的衛浴 花筒然後乾絲分離 床間的還有提供Wi-Fi 三台洗衣機 然後客人可以曬衣服的地方 其實也有公共空間 就是在我們住的房間的隔壁 可以在這邊交椅 然後也可以使用電腦 然後也有電視可以看 房子裡面都有提供冷氣還有電風扇 所以也不用擔心夏天來到直接的話會就會開對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房住宿客棧的展覽介紹 那我們下次見囉 這裡是延期生活 我們下次見 這是延期生活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